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 我们要探讨的是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的未来 随着拜登总统面临日益增长的压力 许多民主党人认为哈里斯是他们最好的后备计划 他现在是政府在升职权力问题上的主要代表 但他的政治命运仍未确定 他是否能成为民主党的下一任领袖 他是否能应对特朗普的挑战 这些问题都在困扰着民主党内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是卡玛拉 哈里斯 卡玛拉哈里斯的时刻吗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 卡玛拉哈里斯 正在成为拜登政府在升职权力问题上的主力性时 特别是在最高法院推翻罗伊素 韦德 罗 v. Wade 后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 随着拜登总统在与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辩论中表现不佳 更多民主党人公开和私下表示 如果拜登退出竞选 哈里斯是唯一可行的替代者 总统拜登坚持他不会让步 认为只有他能在11月击败特朗普 然而 随着81岁的拜登面临越来越多的捐助者 政党战略家和一些民主党议员 对其政治未来的怀疑 民主党内部也在考虑其他可能性 这些谈话使哈里斯的角色重新成为关注的焦点 他对副总统角色的处理方式 以及他是否能够比被削弱的 拜登更有效的对抗78岁的特朗普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一份由匿名民主党高阶特工撰写的档案 在党内流传 称哈里斯是摆脱这种混乱的一条现实的道路 《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副本显示 该档案认为哈里斯有能力带领民主党走出困境 对于哈里斯最坚定的支持者来说 即使在这个角色中 他仍然未能完全赢得尊重 这是他所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最新迹象 与此同时 他的回者认为他还没有证明自己能升任这项任务 哈里斯早期的副总统生涯并不顺遂 拜登最初给他分配了移民和投票权两个棘手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在国会山存在已久的党派政治中根深蒂固 且立法改革困难重重 哈里斯一开始对移民问题的处理引发了更多的政治头痛 他负责政府更严厉的言论 试图阻止非法穿越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 他还公布了旨在解决移民根源的政策 但努力与边境移民激增的政治保持距离 他的努力包括美国在中美洲的新经济投资 和解决该地区腐败问题的措施 哈里斯在谈到他的角色时说 你不能只处理问题的症状 你必须弄清楚是什么导致了他的发生 哈里斯还在保护投票权问题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是民主党和拜登政府上任时的优先事项 然而 当两位温和的民主党参议员 西服吉尼亚州的乔 曼清 Joe Manchin 和亚利桑那州的克尔斯滕 西内玛 Kirsten Sinema 拒绝支援削弱众议院的规则 使该党能够以简单多数票 透过选举改革法案时 这些努力很快受到了阻碍 哈里斯当时说 我们不会放弃 这简直就是我们国家民主的未来 在他任期的早期 哈里斯在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 会见了边境巡逻队成员 这是一个显著的行动 尽管如此 哈里斯在一些高调采访中的失误 导致一些民主党人 对他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 特别是他早期前往中美洲的旅行 被一次电视采访所掩盖 他在采访中对关于 为什么还没有访问 南部边境的问题回应不佳 哈里斯的支持者 长期以来一直认为 他作为第一位担任该职务的女性 和第一位黑人 承受了更多的批评和审查 许多人认为 最高法院推翻罗伊素 维德后 哈里斯找到了 他作为政府在堕胎问题上的 主要性使的声音 再被称为多不思素 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 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 的裁决中 他的表现尤为突出 哈里斯的前通讯总监 加玛尔·西蒙斯·Jamaul Simmons 说 在过去两年里 他作为副总统的表现显著提高 你可以把他的副总统任期分成两半 分别在多不思之前和之后 多不思所做的是 给副总统办公室一个焦点 这对民主党人在2022年 中期选举取得惊人的 成功有所帮助 副总统举办了数十次以保护升职权力 为重点的活动 经常利用他的平台来袭击 共和党透过法院和州立法机构 遏制堕胎的努力 虽然拜登在全国各地的竞选活动中 也强调了这个问题 但总统对于堕胎问题有些保留 因为他是天主教徒 此前曾描述自己对堕胎的立场 为路途而未平 去年多不思宿 杰克逊妇女卫生组织裁决一周年之际 哈里斯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谈到了升职权力问题 他讲述了与一些被拒之门外 在厕所里艰辛流产的妇女见面的经历 语气深刻且具有个人性 哈里斯上个月在纪念最高法院推翻罗伊素 维德裁决两周年时说 这是一场医疗保健危机 我们都知道该怪谁 唐纳德 特朗普 他在马里兰大学大学公园的一次竞选活动中 发表了这番言论 据他的办公室表示 自一月以来 哈里斯已经访问了20个周60多次 他的办公室还表示 哈里斯下周将前往新奥尔良 拉斯维加斯 达拉斯和印第安纳波利斯 作为对包括美国黑人 妇女和年轻人在内的主要选民的 直接外联的一部分 自辩论以来 哈里斯一直是拜登最大的捍卫者之一 拜登和特朗普下台后不久 他就上了CNN 强调糟糕的辩论表现 不应该超过他所谓的成功的总统任期 这是其他民主党人 后来在为拜登辩护时采用的路线 最终包括总统本人 拜登在竞选活动中说 我不会让一场90分钟的辩论 抹去3.5年的工作 然而在辩论结束后 民主党捐助者和立法者 几乎立刻私下里担心 拜登是否应该被替换 一周后 这些担忧向公众蔓延 至少有两名立法者 公开呼吁他退出提名 一些民主党人认为 如果拜登退出竞选 一场旷日持久的公开争夺提名 将是一个重大的干扰 还有一些民主党人认为 除了他的名字与替代方案相比 哈里斯将处于独特的地位 继承拜登的竞选占宝库 并实现最无逢的过渡 华尔街日报 一项辩论后的民意调查发现 80%的选民认为拜登太老了 无法竞选第二个任期 比2月份的73%有所增加 调查没有测试 其他民主党人 是否会比拜登 更能对抗特朗普 然而大约35%的受访者 对哈里斯持好评 而58%的受访者 对他持负面看法 这使他的支持率 与总统的观点大致一致 民主党战略加凯伦 德菲利皮 Karen De Filippi 说 只要副总统是副总统 就很难被看作是 他们自己与总统分开的声音 如果他独自竞选 哈里斯的数字可能会改变 近4分之3的民主党人 对哈里斯持赞成态度 而21%的人对他持负面看法 在黑人选民中 58%的人持正面看法 而32%的人持负面看法 在年轻选民中 大约1%的人赞成哈里斯 而60%的人不赞成他 副总统哈里斯的支持者们认为 他如果得到拜登的认可 将极大的增加他接替拜登的几率 他仍然必须获得党代表的支持 但拜登的祝福可能会帮助 他获得集会的支持 这种情况将标志着拜登成为 2021年宣誓就职的最年长总统以来 一个期待已久的时刻的高潮 俄亥俄州前民主党众议员提姆 瑞安 Tim Ryan 公开呼吁哈里斯取代拜登 担任该党的总统候选人 他说 人们正在寻找一些新一代的领导层 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成就的副总统 对我来说 给他机会很有意义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卡玛拉 哈里斯 卡玛拉 哈里斯 是美国现任副总统 也是该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 第一位非裔美国人 和第一位亚裔美国人 担任此职位 她于2020年11月 座卫乔 拜登 周拜登 的竞选伙伴当选 并于2021年1月20日 正式宣誓就职 哈里斯于1964年10月20日 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 她的母亲夏玛拉 戈帕兰 是一位来自印度的 癌症研究科学家 而她的父亲唐纳德 哈里斯 是一位来自亚买加的 经济学教授 哈里斯的多元文化背景 深深影响了 她对社会正义和平等的看法 在教育方面 哈里斯于1986年 毕业于霍华德大学 Howard University 并于1989年 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 黑斯廷斯法学院 UC 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 的法学博士学位 她开始了律师生涯 最初在加利福尼亚州的 阿拉米达县地方 检察官办公事工作 哈里斯于2003年 当选位就金山地方检察官 并在此职位上 服务到2011年 在这期间 她推动了一系列 针对重犯和性犯罪者的 严厉政策 同时 她也倡导刑事司法改革 包括开创了 重返学校计划 旨在帮助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重新融入社会 2010年 哈里斯当选为 加利福尼亚州司法部长 成为该州历史上 第一位女性 和第一位非裔美国人 担任此职位 在她的任期内 她专注于消费者保护 打击帮派暴力 和毒品犯罪 以及支持婚姻平权 哈里斯于2016年 当选为美国参议院议员 代表加利福尼亚州 在参议院期间 她加入了司法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 并以其犀利的质询风格而闻名 在参议院 她积极推动形式司法改革 移民政策 改革和健康护理改革 2019年1月 哈里斯宣布 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初选 但于同年12月退出竞选 2020年8月 乔·拜登选择哈里斯 作为她的副总统竞选伙伴 使她成为首位大型政党总统候选人的 非裔和印裔女性伙伴 作为副总统 哈里斯在多个关键领域 发挥了重要作用 包括推动新冠疫苗接种 应对边境移民问题 和倡导选举权改革等 她的副总统职位 不仅在美国政坛 具有重要意义 也在全球范围内 提升了对女性和少数族裔领导角色的认识和尊重 哈里斯的职业生涯和个人背景 使她成为一个多元 强大 且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为美国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提供了有利的证明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这是卡玛拉 哈里斯的时刻 她已经展示了在关键问题上的领导能力 特别是在最高法院推翻罗伊素维德案后 成为了升职权力问题的主要捍卫者 就像战国时期的连魄一样 她经历了重重考验 依然坚守立场 这样的坚韧不拔正是我们需要的 各位且慢 哈里斯的支持者们 好像忘了她在移民问题上的糟糕表现 她的政策实际上增加了民主党的政治头痛 她的处境就像唐吉赫德 追逐风车 却忽略了现实问题 更何况 她在多次采访中的失误 让人对她的能力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谢琪琪 你说的那些问题确实存在 但你不能忽略 她在堕胎权力问题上的突出表现 她就像玛丽 居里 在困难的环境中依然坚持科学研究 最终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她的努力保护了无数女性的升职权力 这是无可否认的 而且 如果拜登退出竞选 她是最自然的继任者 能够实现最无逢的过渡 楚天书 你的比喻真是让人捧腹大笑 哈里斯是玛丽居里 拜托 她甚至连一个简单的边境 访问都搞砸了 她的支持率和拜登一样低迷 甚至在一些民主党人眼中 她根本不具备领导全党的能力 这就像让一个新兵去指挥一支老练的军队 你能想象那是什么样的灾难吗 哈哈 谢琪琪 你真是幽默 但事实是 哈里斯在升职权力问题上的表现 已经让她赢得了大量女性和年轻选民的支持 她的努力让许多人看到了希望 就像刘备三顾茅庐请来诸葛亮 她是目前最能让民主党团结起来的人选 反观那些所谓的替代者 他们是否真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统合党内资源 获得选民支持 楚天书 你的三顾茅庐比喻不错 但哈里斯可不是诸葛亮 他更像是那个被请来 却总是出错的马良 那些替代者至少都有自己的成就和支持基础 如加文纽森和皮特布蒂吉格 他们在民调中的表现往往比哈里斯更好 有他们在 为什么我们还要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多次失误的副总统身上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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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